全球的氫氣市場不斷的增長 馬來西亞希望在該領域 佔據策略性的位置 預計二零二七年出口濾氫 到日本和韓國 成為東南亞最大的濾氫出口國 並躍升為亞太地區的 主要濾氫供應國 但是學者分析 生產濾氫的成本高 目前還是存在不少的挑戰 來看公事國際記者 來自現場的報導 氫氏元素週期表例 排名第一的元素 氫能也被視為捷徑能源的替代方案 成為各國發展的重點技術 馬來西亞希望在二零五零年 成為東南亞最大的濾氫出口國 並躍升為亞太地區的 主要濾氫供應國 預計從二零二七年起 開始對日本和韓國出口濾氫 氫氣又可分為灰氫 藍氫和濾氫 灰氫透過化石燃料 產生碳排高 但成本相對低 是最不環保的 藍氫是透過與灰氫相似的過程生產 但利用碳補桌技術減少碳排 而濾氫最環保 透過再生能源電解水製造 幾乎不產生碳排 根據國際能源速約有四十個國家已經制定國家級氫能戰略 馬來西亞也在二零二三年發表氫經濟及科技路線圖 短期我們現在是要先讓人家知道這個氫能 主要是在於推動讓更多人了解 中期裡面我們會嘗試build some by some 先從藍氫開始 然後慢慢才過渡到濾氫 長期的測鏈我們是希望能夠比較大規模的去做這個置氫的基地 記者現在正在核磁共振的實驗室 這個地方是用核磁共振來對材料進行表徵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 目前只有不到百分之零點一的氫氣是透過電解水產生 馬來西亞計劃從藍氫逐步過渡到濾氫 最主要的挑戰還是製造濾氫的成本太高 製造機器最便宜的方法就是傳統的方法 就是化石燃料 可是濾氫貴就是因為它那個地利成本貴 所以要推動濾氫的生產 它們主要是把價格先加上 有些技術是需要研發的 其實政府投入在研發方面的那個經費是很少的 我所感受就是政府是想要企業來帶投 可是這種東西因為它投入的資金太大了 所以企業要帶投我覺得是比較難 從運輸製造到電力生產 氫能廣泛運用在各種領域 學者分析用再生能源製造濾氫的成本高 目前至今技術尚未商業化 加上要建設大規模的基礎設施 這些都會影響濾氫的成本 目前已經有台灣能源業者擴展到馬來西亞市場 期望共同加速東南亞的能源轉型 公視國際記者劉苑山馬來西亞冰城報導